这是一位鲜有人知的主席的结拜大哥 1952年一男子来到中南海 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结拜大哥 警卫员原以为此人胡周 可接着这个人竟言之凿凿道 我叫朱祁生 你们可以问主席 那么这个他究竟是何人呢 此人名叫朱祁生 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人 因家境贫寒 12岁时便被父母送到了铁匠铺当了学徒 当时学徒工的日子并不好过 既要付出苦力又吃不饱饭 朱祁生感到前途无望 于是只身来到湖南参了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毛主席怀揣着报国之情投奔部队而来 可当时正拼要求必须有两名担保人 毛主席初来乍到哪里有认识的人 正争论间朱祁生恰巧路过 他曾从苦日子走过来 瞬间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还来了副班长为毛主席做了担保 那么他又是如何在后来一劫金蓝的呢 这是毛主席最难忘的结拜大哥 1952年 一个名叫朱祁生的铁匠 来到中南海请求见主席一面 声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结拜大哥 警卫员将信将疑 便将此事通报给了毛主席 令人没想到的是 毛主席听到朱祁生的名字竟亲自迎了出来 远远的就激动道 祁生兄啊 你怎么才来看我呀 原来二人早在1911年新军时期变异相识 当时毛主席正是在朱祁生的担保下 才得以加入新军 朱祁生曾是铁匠出身 曾吃过许多苦 因此他对刚来的主席十分照顾 不仅将自己的棉衣送给主席避寒 还时常将自己分道的肉跟主席分享 就这样 两人在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之后便效仿桃源三结役 结拜成了兄弟 1912年革命结束后 毛主席决定回乡求学 兄弟二人自此分别 那么朱祁生是怎样找到毛主席的 此次前来又所为何事呢 这是最让人感动的一劫金兰 1952年 毛主席的结拜大哥来到了中南海 看望毛主席 众人这才相信 朱祁生与毛主席自1912年分别后 毛主席便忙于革命事业 而朱祁生则在新军被解散之后 重新回到了老家 利用自己在铁匠铺学到的打铁本事 开了一家铁匠铺 1949年 新中国正式成立后 毛主席的画像被贴满了大街小巷 这天朱祁生经过时 恰巧看到他顿时愣在原地 这不是论知兄弟吗 于是他便托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 主席不仅给他回了信 还附带了200万旧币给他 朱祁生感动不已 于是1952年 他来到北京中南海 看望毛主席 阔别几十年再次重逢的兄弟二人 双双激动落下热泪 朱祁生离开时 主席批了一批经费 让朱祁生在家乡 办了一间鱼散场 解决了朱祁生家乡就业问题 二人分别数年 感情却易如当年 不禁令人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好的